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赛事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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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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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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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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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那一年就是参加了那个环法 一个月之前的一个国家比赛 是我最成功的一个体制形成的一年 后来开始上大学 没有时间考虑了好多各种各样的原因 当时也跟我爸就是聊聊 然后就是一起决定还是爱好为主 好好上大学好好找工作 我现在在中国也已经生活了十年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结婚了有孩子 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爸叫我骑自行车的那个地方在哪 然后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跟我儿子这个肯定会发生 我希望他尽快地去感受耐力运动的好处和魅力 如果它能变成一个环法的关系 那肯定是一个太高兴的事情 环法是一个big party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法国人现在太长时间没有拿到环法呢 这个我觉得对法国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我现在在中国也结婚了有孩子 我已经全部想好了 六七岁把一个好的自行车送给他 如果他对公路自行车有好感 那就是慢慢的抬养他 比赛好好训练 如果他能变成一个环法的关系 那肯定是一个太高兴的事情 生命就应该去探索那些有趣和未知的那些 当你留在原地的时候 那你就在重复的衰老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进到大学报名的时候 哇 整个燕园那个自行车 海潮一般涌来 但是方向都不一样 哇 我觉得每个人都那么自信 觉得自己好自卑 赶紧要拥有一辆自行车 穿着那种自己剪成到处是冻的那个牛彩裤 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在北京城那边 把所有的那些博物馆都去逛一遍 所以环法对我来讲的话 就说它像一个象征一样 我原来也喜欢一些别的旅行方式 但是后来我觉得自行车会更适合我 所以摔得了去法国 因为我骑的那段 有一些段落都是玩法的赛道 我觉得哇 我可以跟全世界 最厉害的自行车运动员 骑同样的赛道 感觉很好 我注意的很多朋友因为我而骑自行车 但是我特别骄傲在一边 我每年送很多辆自行车给朋友 鼓励他们骑自行车 朋友很多朋友很郑重其事地感谢我说 我让他们发现了户外 让自己有了爱好 送了他们有生活方式 这个世界上太多的地方 适合骑自行车 我希望我自己一直保持一点好奇心 我喜欢去陌生的地方 但自行车啊 你在城市里边骑自行车就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你回到生活本身了 用现在的话想很接地气嘛 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 都是对世界有很多的想法 就是想去征服这个世界的 我们会让我们改变世界 现在知道不是改变人们的生活 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些都是骑车教会我的道理 有人以为我是有利益力才跑马拉松的 其实不是这样 我是因为跑了马拉松才有利益的 2018年10月2日 我攀登西洋巴马 没有登顶 回到北京之后 办理健身体开始跑 那一年我55岁 不近一间 我已经跑了6年步 跑了45个马拉松 我现在是62岁的年龄 35岁的身材 25岁的心态 马拉松与年龄无关 在国内 大多数跑者 只关心那些跑得最快的 马拉松 跑了之后才能够懂 实际上马拉松和金牌真的无关 我开始只是自己一个人跑 后来推动的家里人都在跑 再后来我开始推动企业跑 我的目标是 推动100个有影响力的人跑马拉松 有人跟我说跑马拉松都要做什么准备 我告诉他们说 其实不需要做什么 外面走 跑步任何人都可以跑 有人跟我说 你这么大年纪吧 你就别折腾了 今年我62岁 我6年跑了四处跟马拉松 一开始跑马拉松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体能不错 但是仅仅我一个人跑 没什么假的 我要推动100个有影响力的人 跑马拉松 我的故事很简单 跑马拉松和年龄无关 我四年前的时候突发奇想 想去跟珠峰 我知道带在肥楼上去是没有用的 第一次骑公路车是在环中赛 我们这个赞助商可以领起一小段 同年我们公司有自己的自行车 就会联赛了 那么作为管理层必须要参加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骑上了自行车了 我喜欢登山自行车跟跑步 自行车运动就公路比赛之内 很讲究战术规则 也讲究团队之间配合 所以这一些我觉得 跟我们所骑上的健康的理念 是完全一致 也跟我们所提高的 所谓的我们团队的意识 也能很好地吻合在一起 所以说我觉得自行车运动呢 我们觉得应该去推广它 整个这个自行车很有动感 然后穿上那衣服的时候呢 还不能够有一丝坠落 否则的话呢 身材也不好 所以有助于你要减肥 要保持好的身材 华与法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呢 就跟波斯特马拉松 在马拉松的地位是一样的 它代表着整个全球公路自行车 比赛中的最顶级的赛事 也最吸引人的一个赛事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心目中的印象 当年我们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呢 也专门去它经过的那种 每个城市小村镇 尤其吸引我们 所以我每年拿了年终奖呢 给资格买个玩具 买玩具我的自行车 所以我看到好玩就买一辆 看见好玩就买一辆 差点有人就适成我说 万科运动员不分公司总经理了 我们这个把健康呢 纳入我所管理层的考核内部的 所以这几年以来呢 我们整个员工的健康状况呢 日益起了 不仅是身体更健康了 我们公司也发展了 而且员工满意 度也提高了 这是我最想看到的东西 如果连这个体重都管不好呢 怎么管理好这个人生呢 很喜欢自行车这种公路比赛 因为呢 它能够把一个城市的美景 展示给大家 整个这个自行车很有动感 穿上这衣服的时候呢 还不能够有一次坠落 否则的话呢 身材也不好 所以有助于你要减肥 要保持好的身材 这一次运动很讲究战术规则 团队之间配合 所以这一些我觉得 跟我们团队的意识啊 也能更好的吻课在一起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去推广它 自己确实是最喜欢德甲和西甲 沃尔福斯堡一年多的时间 都特别的有诚意 让我特别的感动 其实更多的沟通还是一个嘛 毕竟对我支援也特别多 发挥自己的特点 扬长臂短 用最好的一面来帮助球队 我喜欢挑战 从小有个梦想 希望能出去闯一闯 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行 九五六年奥运会之前 我觉得自己把自己 选藏得还不错 自己位置降得很低 就是一个新手 就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我要去冲这块金牌 比赛结束了 我没有想过去推移 还没有打过一家用会呢 我还是希望能够参加奥运会 拿到一块金牌 10年这个演员会 我这种经历是最难忘 第一次作为教练 那么带队出去 同时自己得打 因为这场比赛 我本身打得并不好 但是呢 我带的弟子 翟宇佳打得非常好 这次的人传演员会 他也要参加 现在亚洲各个国家的选手 都在快速地崛起 本身对中国 实现了一个 何为一个夹击的事态 这场人传演员会 我相信 非常恶障 我希望他们 能够不为这些强者 射击 虽然你看的是静止不动的 其实里边 蕴含着很多的技术要领 其实每一枪 你都有自己的要求 每一枪都有自己的目标 这每一枪堆积起来之后 就形成你这一天的训练 你的训练 应该说是跌仗起伏的 如果按比赛来说 就是汹涌澎湃 如果你要没有一个好的心脏 你这场比赛是 不能更好的完成 射击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竞争的 当你真正地了解了自己 真正能够战胜自己 那魅力无穷 10年这个演员会 我这种经历是最难忘的 第一次作为教练 同时自己得打 因为这场比赛 我本身打得并不好 但是呢 我带的弟子 翟宇佳 打得非常好 这次的人川演员会 他也要参加 现在亚洲各个国家的选手 都在快速地崛起 对中国实现了一个 何为一个夹击的事态 这场人川演员会 我相信是一场恶战 南极比赛天气的多变 是我没想到的 根本就跑不起来 逆风的说 下面的雪是软的 一跑 整个鞋子就卸下去了 没想到会跑得这么累 我们那边的95%都是渔民 我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我想为家里减轻负担 13岁我就开始捕鱼了 那个时候我见的时间太少了 如果我不去跑步 也许我这辈子 真的就是一个渔民 我这一生呢 被跑步改变了 实际上每次比赛呢 都是一个挑战极限 对于我来说是很有乐趣的 每当我完成比赛的时候 实际上我的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有时候我在想 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这次去南极 光报名费就要10万块 话又说回来 这种荣誉感不是钱能够换得来的 跑完了七大周 实际上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起点 所以我要继续跑下去 我在机山江当渔民的时候 看到国旗没什么感觉 我第一次出国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看见了中国的国旗挂起来 应该说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希望我能比较五六十岁 也许年纪大了 成绩会差一点 但是我要继续跑下去 当自己正在顶峰的时候 怎么突然一下伤命又回来了 在七月底选择做手术 我是真的有进到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 或者说是更多 尝试地回到球场 但是真的是 现在可能打球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其实这么多年来 要感谢的人很多 可是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地 感谢过自己 现在最想说的是 很感谢15岁的李娜 因为有了15岁的李娜的坚持 和她自己的梦想 才会成就今天的李娜 网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不打球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打球这么多年来 可能我自己感觉 唯一亏得的就是朋友跟家人 然后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她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要感谢的人很多 网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不打球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 李娜真正武家 梦想斗舞台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 演员会我们去之前 中国军团那时候 领先了大概十几块 二几块金牌 我们当时想 肯定第一了 所以特别放松 完了最后一天 晚上 韩国队一下子拿了十几块金牌 打平了 当时金牌数是一样的 我们奖牌是输给他们 所以就相当于 整个体育代表团就输掉了 第二天 这个金牌不拿还不行了 那一天晚上 大家肯定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下午比赛 走出大楼的时候 所有咱们中国队的队员 都列在旁边 送我们走 真的是 到了赛场上 就没想到会输 我们整个杰利队就很兴奋 都一直四个人 就互相鼓劲 跑完了以后 我们是亚洲纪录破了 0.2 把这块金牌拿下来 你其实是跟自己比 就是实际上 你自己做好了 你就能拿第一 当时我们的信心 就是这一行 杰利呢 其实从90年以后 一直输给日本嘛 张培萌 苏炳天 这一波一轮 把我们短跑这个水平 提高了一大块 已经压了这么多年了 希望他们这次能翻身 能拿第一 杰利呢 必须是在两个人交错的 一刹那间完成 你找这个瞬间是很难的 当时是第二棒嘛 我交完棒了以后 当时一看 我们当时是处于领先的 那个时候就感觉 我们肯定是 把这块金牌拿下来 这道卡过去了以后 就一直到90年 在亚洲就没有对手 对手输给你一次以后 见着你 每次都会输给你 我老爸是摔跤教练 那个训练馆跟一体的训练馆 还是在一起的 所以那时候就经常 会在那里玩 一开始就去玩 玩着玩着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就练 旅班爸妈 现在都不过来看我 他们也怕影响我 平常受伤 也不太想告诉他们 不想让他们担心 你累也练 你不累也是练 开心的去练 反而效果也不一样 面对困难痛苦 我选择去享受过程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拿全练 毕竟全能 中国意识上还没有人啊 云端奥运会的时候 本来是上四项的 后来因为伤病 然后就把压力给了别人 就自己觉得 很对不起大家的感觉 因为体操才可以 跟好朋友他们一起相遇 一起训练啊 一起出成绩这种 我的梦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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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铁头发的世界冠军榜 上冠军场 世界冠军跟奥运冠军 拿到奥运冠军 奥运会冠军 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点点去实现它 小时候身体不好 妈妈就带我去练 刚学动作的时候 当然夫妇很多遍 没学会当然就难 学会了就还好 第一次站在领教台上 目标就会慢慢地 就越来越大 有时候一想天开就觉得 要是拿了冠军之后 会怎样怎样 我的梦想是 奥运会冠军 铁大 铁大 对条档的宣战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中国来说 接力他们韩国 跟我们中央 所以说连去竞争一下 拼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200 400 1000 我那我肯定是 要去战胜它的 剩下的100米 我们中国现在也很强 我们自由勇要垄断亚洲 要压制性的日本和韩国 关于在之前 我脚受伤 我做了手术 还包着纱布 动不了倒是 很长时间没有下水训练 其中也是一直在上涨 我觉得怀疑过自己 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还能不能再从回去 以前的巅峰 看到冠军赛 一天一天的临近 很有压力 我不比 直接拿到外卡 参加亚议会 肯定会有很多声音 所以说这次亚议会 至少我得对得起 支持我的那些粉丝 如果比得好回来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然后能让那些 支持我的人看到希望 到澳洲这四个月的时间 训练能力跟水平 绝对是超过一轮 论到时 一千五这个项目 保持住了 其他的项目是可以带动 现在一千五里面的 任何一个人 速度和最后 从此乃力都没有我 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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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飘大华的宣战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中国来说 接力他们韩国 跟我们中国 就是说连去竞争一下 拼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二百四百一千五 那我肯定是要去战胜他的 这一次爱因会 至少我得对得起 支持我的那些粉丝 要压制性的日本和韩国 我们自由勇要垄断亚军 平时的工作呢 相对来说比较封闭 那么我希望更丰富一下 我自己的这种人生 03年的时候 在三亚有一个 体人三项的比赛 然后我就报了名 准备了一下 我觉得在这种赛道上 奔跑的一种感觉 真的就是我渴望的 一种那种状态 从那会儿开始 我就决定 以后有机会 一定还要再参加 体人三项的比赛 我的目标呢 是能够推动 这个体人三项 在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是希望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能够了解 甚至参与到体人三项 这个项目当中来 我通过实践呢 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我觉得这些东西 应该分享出来 这个是最大的意义 所以说我会尽我的权力 帮助中国的运动员 提升自己的水平 体人三项 这个比赛呢 给我们更多的感受呢 它是一个大party 并不是一个比赛 所以每个人呢 都是非常享受 这个比赛的 全部的一个过程 只要有生之年 都会一直去 参加这个运动 然后呢 也会一直去比赛 体人三项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还是很重要的 当时想挑战一下自己 觉得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说 一定要得冠军 而是说 享受这个比赛的 全部的一个过程 我见过最大的年龄 都有92岁的 还参加比赛 如果我能活到那么大的话 我也还会继续参加比赛 我有一瞬间 想过要放弃 因为那个疼痛 是我从来没体验过 那个赛段 是你的竞争对手 推着你上来 他首先是给你 这个人肯定 在一直用语言激励你 鼓励你 他说继续你已经做到现在了 你可以的 你作为第一个中国车手 来参加这个比赛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努力这么多年 终于花花瓶的确定下来 我去了 今年来说 不光对我来说考验 在主题当中 你听到很多声音也都说 今天环法赛道设置 确实是很难的 有人希望你完赛 但是他们都期待你完赛 他们没想到你会完赛 第一个星期那么多高山赛段 有下雨啊 包括石头路啊 都没事 最后一天 相信绿舍 刷完了之后 再被他们套中间这个过程啊 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路上骑 观众啊 组委会啊 警察啊 后面的车啊 所有人都给你鼓掌 叫你的名字 我说如果可能的话 我就一直骑下去 就像一场梦一样 不要醒来 就是一直这样骑 骑位子不停都行 什么东西都没有百分之百的 所以说有一点缺憾 有一点遗憾 没准着就成为 我明年再回来的借口 北部很多的小的绕圈赛 八百米一圈 最多九个弯 你可能要跑八十圈 或者七十圈 你害怕呀 不停地在刹车 在刹车加速这个过程当中 体力全部耗尽 你根本就骑不完 三十公里之内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硬鼻子自己改的 你不刹车我也不刹车 你能过去 我为什么过不去 你只要想变 你就能变 没有什么困难 能阻挡在你面前 我能够在二十岁 进入国家队 打了很多关键性的比赛 我觉得我还是 在中国球员来讲 还是算非常幸运的 我目标是 还是当时给自己定的是得甲 我觉得当时我的状态 身体各方面条件 技术特点 可能打得甲 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当我看到 读一字宝没有生机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也觉得自己也没有留的太多的必要 因为自己的年龄 如果我还是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留下 但当时我已经三十一岁了 这九年包括心理上身体上 各方面的一种成熟 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很认可我现在这个位置 当年回到国安 我就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经验 能够帮助国安的这些年轻人 能够更快地成长 看到我们球队有这么多年轻人 在场上发挥得非常的出色 我都在场下也非常的高兴 为他们高兴 我希望能够用我有限的这种上场时间 能够为球队创造出 更多的有价值的这种机会 在我的职业商场里 如果有一个冠军 我觉得这种非常完美 当我看到杜伊斯堡 没有升级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和国安相互联系了一下 一拍几合 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所以就回来了 我希望能够代表国安 你的冠军 在我的职业商场里 如果有一个冠军 我觉得这几个非常完美 奥运会就是 我们六美以求的一个殿堂 从小到大 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个梦想一直在坚持 我有幸有机会参加北京奥运会 而且拿到了三块金牌 这两个项目上 都是用了自己 平时不敢用的一些难度 而且难度加到最大 正好天使地利人和的 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发挥出了自己所有的水平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刻 在那个舞台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08年过后 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路标 我的动力是什么 为什么往下练 那一年练得非常辛苦 其实心理上特别的累 还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在 亚运会和市场宣布名单的时候 我一直还是认为 我是中国体奥队最好的 比大赛的时候还是得用我 中国体奥队还是离不开我 那当最后一宣布的时候 我是替补了过后 一下子就应该被刺激了吧 我得思考了非常多 真正地明白了 不是体操需要我 是我需要体操来证明自己 能够创造更好的历史的时候 绝对不要放弃 应该再去拼一拼 希望自己在历史上 能够继续地 占据自己的位置 以后会想到的是 我竭尽了全力 我做到最好 一个难度动作 从练到最后用 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有些可能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了 但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自己定义的一种美 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最好 可能我是一个难度的运动 没有我不敢做难度 可能这个难度就只有我一个人做 你们不行 我觉得让我最最难忘的 最难忘的应该是2008年 2012年 冬奥会自个赛 那时候是在上海 在德国 跟我名字的比赛 很有希望能拿下这场比赛 被对方打了一个空门 那场比赛最后输了 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人 现在非常热爱这个项目 打冰球的人越来越少 尤其是女孩 老路人退役的 年轻度人接上来之后 中间出现断档 我早在两年前已经退出了国家队 对于冰球人来说 当国家需要人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一不容辞地回来 去帮助队伍 通过这次的市领赛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冰球 我希望大家能更关心这个队伍 从而喜欢上冰球 爱上冰球 我一看到冰球比赛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变成是个集体项目 教会人怎样 就是很早地独立 然后包容 是一种个人文化 人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冰球代表我的 就是机器 挺帅的 我们一直期待 会有冰球热的那么一天 因为冬奥会 是每个运动员 最向往的一个平台 希望自己能参加一艘游位 参加自己表赛 是在我成长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笔 舞场 对我们来说 天职第一个人火 争取拿第一名 在一群组出现 重新返回上一个级别的比赛 如果能够翻阻的时候 是我们更骄傲的事情 不怕对手有多强 我觉得对手也应该会 害怕这样的对手 中央电视台 欢迎您收看 2002年环法自行车赛 这是中央电视台 第一次向国内的观众 转播这项赛事 我现在呢 是在波城的制高点 波城古城堡 我个人的目标就是 安全全地提完整个环海 感谢孙昀从检科法库的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体育赛事频道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赛事频道 这里是激情与梦想交汇的舞台 是荣耀与挑战 唯应的电视台 更多赛事在这里惊艳实现 更多的选择 让我们目标下进 这里是逐贸不停的绿军 澳门争霸的战场 让火热的劲竹 点燃一般的情 点击关注互动分享 这里随时随地 活力爆棚 精彩打扣 最震撼的 最丰富的 在这里相遇 最火爆的 与最多元的 再见 回居 我们这里是 游戏 一声呐喊 千总亿万人心 相信体育的力量 拼搭 拼搏 突破 第一块金牌 后击薄发 跌宕四十年 体育点亮 激情 与梦想 大阳阳风号会 实现了零的突破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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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的历史 严美 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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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世 腾飞 澎湃 四十年 体育 建成共和国 由大而强 北京 相信体育的力量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赛视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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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声呐喊 千万亿万人心 相信体育的力量 中国其代表团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唯有超越自我 方能迎击挑战 相信体育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 你的力量 我们要自己按下心来 左手来拉一点 提高自己的实力 每个技术的精确性 每个技术的精神精 这种工匠的精神 我觉得要去多磨练一些 战胜自己 我们先不和别人 也先和自己比 奥运会延期了以后 必须得要有个转换区域 我不会去放弃 要加强体能区域 选择继续坚持下去 把心态调整得更好 心能够静着 我相信选择也是容易 我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 我们讨论了疫情在全球造成的严重性 看着增长的确诊感染人数 我们都很担心 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我们最终达成一致 决定奥运会将延期一年举办 现在推迟一年好伤心啊 但我认为这是预防病毒传播的最佳决力 推迟一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我们的安全 为了世界的安全 我们愿意推迟我们的梦想 能在特殊的时期实现自己的奥运梦想 这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已重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东江人会 还有一个象征意义 那就是人类战胜新冠病毒 这一前所谓的挑战 是人类战胜新冠病毒 征途闲队 从未阻止脚步 为激情 进取不止 因执着 奋斗不息 亲怀奥运 追梦人 出兴奥运 金晴永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